我都学不会画猕猴桃的时候 就这样随随便便的给我这样去瞎画 就画出来的这个是什么呀 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不一样的画法 首先我们先来定好大的位置点 上下左右再在里面呢 去给它细分一下 然后再连接这些线条点 先用短直线的方法 把这个大的轮廓形给它切出来 然后继续在中间的位置呢 给它画一个不规则的方形 这样子形就搞定完成了 就接下来用橡皮来淡化一下线稿 现在就可以开始来进行描边 用一个浅一点的绿色 把它的这个外边轮廓呢 进行一个轻轻的勾边 里面呢这里呢也要去勾一下 继续用一个浅水绿呢 来给这个果肉的部分画第一层底色 画好了之后用鸭痕笔 在上面去给它画几条深色的线 接着呢继续用到黄绿色 深一点的绿色 来给这个果肉的颜色依次加深 颜色的时候要顺着果肉纹路的方向 去给它上色 这样画出来的颜色呢 才会更加的细腻 整体的这个画面的效果 也会更加的均匀 果肉底色搞定完成 再用深棕色和黑色 画出猕猴桃的这个籽 那再写下来 在猕猴桃的这个侧面呢 先用一个浅黄色叠加低层颜色 再用土黄色呢去加深 加深了之后 再画一些小短线 把猕猴桃的这种毛绒绒的质感 给它表现出来 偏底下的这个地方的颜色呢 要稍微重一点点 边边上也调整一下 最后一步选择一些灰色细腻的颜色 把猕猴桃投影的颜色跟上 画投影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颜色的深险变化 画完后 今天的这个猕猴桃就搞定完成了 看完你学会了吗